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這個星期一的晚上 老解和印軍在具有邊境爭議的 克薩米爾地區加納曼河各個樹 爆發了嚴重衝突 根據外媒最新數據顯示 中國對印度的拉柴比數 就是43對20 在拉柴人數方面 中國大勝 而在這宗衝突發生前一天 俄羅斯原來剛好決定 要向印度出口一千兩坦克 以及軍機的發動機技術 這篇報道在大陸都被廣泛流傳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道 俄羅斯工業與貿易部長表示 預計到明年 T14坦克可以正式對外出口 印度將會成為這款坦克的第一個客戶 截至目前為止 印度已經從俄羅斯訂購了 464輛改進型的T90坦克 並且有意向俄羅斯 再度加碼去訂購500輛的T14坦克 即是剛好說 將會出口這一步 兩種坦克加起來 已經是接近一千兩的規模 俄方說 俄羅斯將會加班加點 優先向印度提供坦克 因為俄羅斯知道 印度是一個非常注重發展陸軍的國家 接著這篇報道下 就開始分析為何印度要急需從俄羅斯訂購坦克 當然這些分析就是大陸人所做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 因為印度要買這麼多裝備 是要來對付巴基斯坦的 實情 印度買回去以後 俄羅斯也不會干涉他的用途 這些軍備當然可以一雞多美 沒有只能把槍口對準一個敵人來射 當印度買回去的時候 已經是屬於他的資產 他就有權決定怎樣運用 除了購買T14坦克以外 原來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這家是印度國營的軍機公司 已經與俄羅斯達成了協議 就會買了米格29戰機的RD-33發動機技術 意味著 印度將能夠直接參與到RD-33發動機的生產 換言之 俄羅斯不單是向印度出售陸軍裝備 而且還出售空軍技術 就著這次中印衝突而言 到底雙方是否有一個開戰意欲 暫時看不到有 首先說 中印雙方的軍方高級人員 馬上已經坐下展開對話 明顯是要為事件試圖降溫 而且不管是中國也好 印度也好 那些國家領導人都沒有誰出來就這件事件 作出任何表態或定調 很明顯 雙方也不想將衝突更上一層樓 否則就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畢竟現在就算是怎樣發生衝突也好 始終都沒有開到這個軍火 始終都在打拳頭膠 或者是用一些非常原始的手段 比如說木棒或者石頭 始終將衝突 維持在一個所謂可防可控的狀態 只不過今次有些失控 因為搞出人命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在下午最新又發表了一條貼文 其實他所說的話 多少都是反映著官方的立場 肯定不是他個人意見 到底老虎怎麼說呢 他說 關於中國軍人在加勒曼河谷地區 和印軍肢體衝突當中的傷亡情況 中國人很關心 印度媒體也很關心 還有印度同行向老虎私下打聽 為什麼中方沒有公佈數字呢 老虎的理解 就是中方不想讓兩國民眾對雙方的傷亡數字進行對比 從而刺激兩國公眾的情緒 這是北京的善意 最後他再次跟網友說 請相信中國政府和解放軍處理邊界問題的能力 不要聽信任何來自境外對我方傷亡人數的傳言 換言之 始終來講就是要釋出善意的 既然官方也承認了有這個傷亡 亡不只是傷亡 既然有這個數字存在的時候 仍然釋出善意 換言之 今次中印邊境所發生的大規模衝突事件 去到43比20這個規模 肯定就是要封頂 不能夠更進一步去搞 否則的話 中國方面 斷然不會採取這些這麼溫和的言詞 大家可以檢視一下 胡錫進用什麼的言詞 來形容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以及對比一下 今次他在這件事件上 他所採取的態度 你就知道 他是用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解決辦法 至於為什麼有些大陸媒體 就著中印邊境衝突這件事件 仍然會做一些官方文宣出來 比如說 解放軍部在6月16日 頭版印發了 《空地同步 奔赴高原》這篇文章 主要是說 空降兵可以通過民航、鐵路、物流等多種方式 將人員、物資、武器、裝備等 投送到幾千里之外的高原駐訓場 檢驗了部隊跨區兵力投送的新模式 幾千名散兵、幾百台的裝備和戰訓物資 在幾個小時內完成了機動轉場 報導所說的高原地區當然包括了西藏 至於報導也提及到西藏軍區進行了實彈演習 全方位去鍛鍊高原部隊聯合作戰能力 為什麼出現了中印邊境衝突以後 突然之間去搞的演習 很明顯就是擺個姿態去回應這個衝突 不過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多數都不是 因為這些下舉動 無非都要來回應國內所謂民族主義的情緒 要拿來安撫小粉紅 其實大陸官方的目的很簡單 總之就要維持著這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在可逢可控的狀態 反正你就不能夠失控 亦都不能夠完全熄滅 總之就是長期處於一個色度亢奮的狀態 就最適合了 因為你色度亢奮的時候 你就只會把那些不滿的情緒 投射到外國那時候 就不會投射到大陸政府身上 但是又不會再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 最好不過 事實上這個中印邊境的爭議 在1962年打完仗之後 都沒有解決過 大家都沒有畫到一個雙方同意的國界 如果真的要打起來的時候 過去五十多年 如果大陸要打一早打了 怎麼會留在2020年才打呢 而且在這些高原地帶 那個氣候實在太過惡劣了 不是說打就打 一般平地民眾上去 都尚且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 更不要說受傷後 如何進行救治的工作 條件是很困難的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所說 為什麼會出現到這個龐大的數字 43比20 原來就是因為有些人傷了以後 由於得不到適當的救治 最後就凍死了 我覺得這一種說法 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不要說有人傷了 就算是正常人 生活上去都非常艱難 現在中印邊境爭議 中國的後方叫阿里地區 阿里地區分了幾個縣 每一個縣城 其實都是住幾千萬多人 地方很大 但是住的人很少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地方 第一是非常不平坦的 主要是由冰村、土林、高山來構成的 故此當地的生產作業 都不是那麼多 你說有什麼可以做 最多就在這裏遊牧 基本上耕作都是沒有的 很困難的地方 那些土壤有貧積 第二個就是非常乾燥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不適合人類居住 但是為什麼印度方面 對於邊界這麼著緊呢 因為唯一有險可守的地方 就是這條線 就是這個克薩米爾地區 這個班公錯湖 去到加勒曼河谷這條線 就是天然的天險 他就是要守住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守不住的時候 基本上 任何一支軍隊都可以長驅直進 很快就可以抵達新德里了 所以為什麼印度方面 對於這個地方這麼異常緊張 因為對於首都的安危 是非常重要的 反而大陸後邊的是什麼 都是高原、凍土等等 其實這個爭議為什麼會一直持續呢 就跟中國傳統上沒有邊界的觀念有關 中國傳統上沒有所謂 有條國界的線 或者是立些界碑是沒有的 大家不相信自己去找一下 到底歷朝歷代有沒有一些界碑 立了出來 就算是跟今朝簽條約 都是簽得很簡陋 什麼燕雲十六州 寫的名字出來 就不會像外國 尤其是英國那樣 對於那個測量的技術 是非常科學精細 和嚴謹的 大家可以看看英國 和清朝簽的條約 無論是南京條約也好 北京條約也好 或者是這個拓展香港戒指尊條也好 人家畫香港的地圖出來是很仔細的 是前所未有那麼仔細 大家又看看中國的典籍 所畫的地圖 畫到烏裡彈道 就像Draft一樣 小學生畫一樣 但英國就不同 故此 這個國界邊界 其實就是現代的觀念 以往 中國歷史上只有邊疆 即是說 那個地方 是位處邊垂的疆土 什麼叫做有效的管理範圍 總之 那地方是收到地稅 收到田租 那地方就是你管的 就是這樣 極少有立界碑 現代的中國當然是有 新中國 但是舊底是沒有這些 所以就演變成了今天的衝突 因為為什麼會有衝突 以往有誰戒碑 那座喜馬拉雅山的山脊線 就已經是戒碑 是不是 要不專門去立即 那裡什麼差事都沒有 所以以前來說 沒有人專門去搞這些事情 從什麼時候開始搞呢 就是由英國佔領了印度以後 由英屬印度去搞這個 西姆拉會議 我們好像之前都有提及過 搞了一條馬克馬雄線出來 就畫了一條街 為什麼要畫一條街呢 就是因為別人嚴謹 當然你說他畫這條街 對印度有沒有來 當然是有來的 不是他畫來幹什麼 他就是畫了一個藏南地區 給這個英屬印度 但是當時清朝 已經佔領了西藏很多年 那有沒有使人下去做測量 做考察 當然是沒有 因為從來來都說 中國的歷史上 就不重視這些事情 又沒有經濟誘因 而且目光也是短時 英國一搞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去到今天 中印邊境的競爭議的東段 其實實際控制範圍 就是在馬克馬雄線上 原來那條線 在一百年前已經畫下來 故此你又不得不佩服 英國人是有這種軟件 就是一個現代國家 清朝那時候為什麼不搞呢 因為覺得不用搞 因為那裡沒有人 搞到什麼 其實從來這麼多年以來 都不重視國界這個觀念 就算以前套博 在西藏那裡 都沒有搞 都是沒有的 搞來幹什麼呢 沒什麼實際意義 當時來看 當然沒有 現在就有 現在就爭餐籠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